韓文雄 詞曲 李宗盛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場議程 那今天的主題是Prepare for JDK9 那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在LenzyKKtown 然後這是我Twitter handle 然後Podcast 這是我跟一個朋友一起錄的一個中文技術主題 相關的Podcast 我們定期會有一些放上去 但這一陣子比較少一些 還有一個就是剛剛有提到 我也是台灣Java User Group的成員 如果我們有社團 歡迎大家看一下 我們定期一個月兩個月都有一次聚會 大概都是Java相關的主題 或是一些管理工程開發相關的 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今天的議程會是 基本上主要會在第一點就是 如何讓你的程式能夠順利 或者是比較無痛的升級到JDK9 當然是等它正式release之後 那第二個就是JCL Java終於也有像repo一樣的東西了 所以JCL跟HTB2的support 也是JDK9的新功能 那應該有時間可以稍微帶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那開場前線還是稍微來調查一下 我蠻好奇就是說大家現在都用哪一版的Java 可以稍微舉一下手嗎 就是已經用JDK8的 Java8的 Java SE8的 這麼厲害 看起來7、8、7層的人可能都升級了 Java7的咧 也還有一些 Java6 還這麼多 Java5 還有1、2個 Java1.4 還有嗎?還有嗎? 還有1個 好我就不再問下去了 但看起來大家升級的速度都還不錯 就是 剛剛看應該7、8層的人都到Java8了 因為一方面也是 Java向後相容做得不錯 所以升級的方面不會太困難 但是在JDK9這一點會稍微有一點改變 那先看一下JDK9的release的schedule 一開始最早宣布的正式的日期是去年 其實是上個月 是今年的9月 那演過一次到明年的3月 但是前幾個禮拜又演了 現在確切的日期是明年的7月 但是會不會再演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一直看一下沒有Links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Jigsaw改變的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看起來希望可以順利 那提一下 今天我大概會講到這幾個 JDK9可能會不向後相容的一些點 那第一個就是以前內部API 以前有分內部或公開的API 以前你都可以存取沒有問題 但是從JDK9開始 大多數的以前被歸類在內部API的那些 API基本上都會被封裝起來 你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直接存取它 那第二個是有一些有少部分 六支的公開支有支援的API會被移除掉 那第三個就是JDKJRE的目錄結構改變了 那第四個是Java的格式的自竄 版本自竄的格式也改變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 其實跟Project Gigsaw的module有點關係 在Java SE module裡面如果有 跟Java SE有相關的module 其實預設是不會被載入的 這其實是為了避免一些module衝突的問題 那我們先看一下 在目前的JDK裡面 其實大概分這兩大類的API 一個是公開然後有支援的API 那大概最常見大概就是Java Java開頭像Java.mass Java.ut 還有一些JDK相關的 CAM.SUM或是JDK開頭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類API是 沒有支援但是其實 蠻多人用的 那最常見就是SUM開頭的 SUM.MIS Base64 encode的這些 那其實大概分兩類 就是在JDK裡面的API有這兩種 那JDK向後相容的政策 會是從 應該說以前其實也沒有提到這個 但只說會盡量維持向後相容這件事情 那但是現在開始有 它有一個政策就是說 他們有宣布說 如果你的系統你的APP在 你只有用到公開的API 你沒有用到所謂的內部API 然後你的層次在JDK 比如說JDK8上面可以跑 那你的層次就算不需要compile 也可以在JDK9上跑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就算是公開的API 也有可能會被移除掉 但一定會事先通知 就是release notes一定會先寫 那看一下這個是 這個基本上是Oracle Oracle大概分析了100多個 Open Source的Library 還有他們內部的一些專案 它想要看一下說到底 有多少人在用JDK那些所謂的內部API 然後用的頻率是怎麼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基本上有大概一兩支API被用的次數超過100次 兩個超過100次 然後大概兩個超過50次 那基本上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有100 大概100多個的內部API被使用的次數 其實大概都在25次以下 尤其是後面幾個可能都是個位數了 那想要猜一下嗎 不過其實剛剛已經有提到 就是最常用的其實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base64 encoder 那另外一個就是mixed unsafe 所以在JDK9開始 Oracle會把所謂的JDK的內部API 他們先分了兩類 有一類就是所謂的不重要 那他所謂不重要 基本上就是說 他覺得他沒有看到有什麼人在用 或者是說 你可能只是因為方便性 這個很方便可以用 可是其實我有別的替代方案 那我可能在新版的JDK 其實有推出 可以取代那個internal API的一些 新的公開API 只是你就沒有換過去而已 那另外一類是 對他們歸類就是重要的API 那就是說 你很難找到取代品 就算不是不可能 那也可能也很難去 透過其他方式來換掉它 所以JEP260有定義的說 我們要 Oracle要 把這些所謂大多數的內部API 都封裝起來 所以剛剛 在剛剛看到就是 如果你被歸類在不重要的API 預設全部都會被封裝起來 你沒有辦法再存取到它 那如果是 重要的API 但是 在JDK8或者是JDK8之前 其實新的版本裡面 已經有可以去替代 替代那些API的話 的方案 這些也會被封裝起來 那萬一真的是 重要的API 但是又沒有替代方案 那會在JDK9被DebtK掉 被標成DebtK 然後 預計在JDK10會移除掉 然後但是會有 Walkaround 讓你可以透過Command-Line的一些 設定來說 我要存取到這個內部API 那這個就是JEP260所提到 所歸類為重要API 有四個 這四個 Unsafe 其實不只四個 但是就這幾個 Unsafe 然後Signal Signal Handle 跟Parset有關 然後像 Reflection這個GateCaller 這個是 Library LoginLibrary都會用到的 然後 ReflectionFactory 很多Signalization的 Framework 也都會用 那這個字有點小 所以其實 反正之後會釋出投影片 大家不用很認真看 我大概稍微提一下 他們把這些 他把所有的內部API 給分了幾類 那標黃色的就是很重要 然後又沒有替代品的 所以他會留在JDK9 預計會在10倍移除掉 那像比如說 左上的那個Unsafe 那他標準綠色是說 不重要 可是其實在JDK9也有替代方案 所以你可以用替代方案 那標準紫色的是說不重要 而且在JDK9以前其實已經有替代方案了 像比如說Base60encoder在JDK8就有了 所以像左上第一個就標 標成R8 表示說 其實在JDK8 你就有正式的官方 support Base60encoder可以用 你不需要再使用內部API做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紅色 紅色就是不重要 然後也沒什麼人在用 所以這些就會被移除掉 或者 說錯了 是封裝起來 那 所以 可能就會想要知道說 那我要怎麼樣來知道我的程式 或者是我用到Library 有沒有用到那些 可能會被移除掉 或是可能會封裝起來的內部API 那在JDK8 開始有一個工具 叫做JDepth 它其實在 你知道裝JDK就會有這個工具 那在JDK9 它的功能有加強 就是有針對所謂的這些內部API來做額外的檢查 那也有Maven的JDK plugin 所以如果你用Maven的話 你可以其實把這個綁在你的Maven的那個 Build的一些process裡面 那怎麼使用 基本上就是 JDK 然後你下參數就是Dash JDK Internals 你就跟他說 我想要知道我的程式裡面有用到哪些的 有哪些用到哪些內部API 然後把你的JDK檔傳進去 那這個有點小 這個是 他們對 Gracefish的一個security的JDK檔刨的結果 那基本上 列出來的這些就是 它其實有使用到的 內部API 大多數都是 Sun.Duck security相關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最下面 其實最下面 他們現在有多了一個 他們會提醒你說 你這個API其實有 其他的替代方案 你可以用這個換掉 像比如說這個 Sun.Security這個 X500 name 它其實在JavaX的security Package裡面有一個 API可以做到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會跟你說 其實你應該用這個API 把你的內部API換掉 不過呢 其實可以看到上面還有一些 這字有點小 反正這個上面有一些 大概有幾個 三四個 API其實是還沒有替代方案的 可是我想要 如果我想要我的程式 在Glassfish上可以 可以 Glassfish可以 run 在JDK9上 那我要怎麼辦 那Oracle有提供一些 JDK有提供一些 command line的一些參數 你可以去 你可以說 喔 就是這四個 我希望把它 expose出去 讓其他人可以存取到 那 喔 看一下這個 代表什麼意思 這基本上就是說我要把 這個Source Module裡面的 這個Package export到 All on name的這個Target Module 那因為這個其實跟 呃 Project Jigsaw的 呃 模組化有點關係啦 在 Jigsaw裡面 如果你的程式 宣告了說 你要depend在某些 Module 或某些 呃 你宣告你要depend在某些 Type上 但是他在 Module裡面找不到 他就會在 ClassPass去找 那如果他在 ClassPass找到了 他就會把這些找到的 Type 通通丟到一個叫做 On name的 Module去 那這個是一個特殊的 Module 這其實是為了向後相容性 來做的 呃 一些 方案這樣子 那所以被丟到這個 All on name Module的話 他就會 export出 他所有的 API 表示說 我把它丟到 這個 On name Module去 那 我的本來的程式 本來理論上 我應該存取不到那些 內部 API 但丟進去 那個On name Module之後 我就可以存取到他們 所以 這樣子的話 你的程式就可以在 JDK9上順利的執行 你也可以在 Drop File Manifest 去寫一樣的東西 語法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是 基本上 呃 效用是一樣的 那在 呃 JDK9裡面啊 也有對本來的 呃 Depicated的這個 annotation 做了一些加強 呃 基本上 主要就是為了 也是其實也是為了 剛剛提到這些 他其實想要把一些 可能舊的 不合適的東西 可能是要想要移除掉 那 先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Depicated 這個 annotation的意思啊 反正 這個是官方文件寫的 所以他基本上意思就是說 呃 會標成 Depicated 就是說 這個可能很危險 不應該用 或者是說 其實你有一個更好的 替代方案 你應該用另外一個API 而不是用這一個 但是 這段 呃 寫得很 這樣寫得很 很模糊啦 其實 基本上 我看大概會分成兩類啦 有些人會覺得說 呃 這樣好 調查一下 你看到 有如果API標 Depicated 你覺得會被移除掉 就是 我不應該用它 它之後可能 應該會被移除掉 你覺得會被移除掉 的 不應該用的 舉一下手 那還蠻多的 好 那還是 有些人會覺得說 JDK從來沒移除過任何API 我不用擔心啊 反正 雖然他標Depicated 但是 可能五六七八 一直看上來他都還在啊 有沒有人覺得說 他雖然被調成Depicated 但是我還是可以繼續用它 反正他沒有被移除過 有嗎 好 所以 看起來大多數人會覺得說 Depicated可能之後就會被移除掉 那 但是其實JDK之前對這件事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他其實沒有說 這個API被標成Depicated之後 我之後會怎麼處理它 其實沒有說 所以 他們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在JDK9之後 這個 這個notation啊 多了兩個的 呃 參數 一個是for removal 意思就是說 這個東西在 之後的某個release 會不會被移除掉 那 預設值 因為其實有相容性啦 所以 以前舊的如果你 沒有寫的話 預設就是false 那還有另外一個參數就是since since就是說 這個是從哪一個版本開始被Depicated掉 但他沒有一個參數說 在某 他並沒有加一個參數說 在哪一版會被移除就是 他只是說 如果 for removal 是true的話 他在未來的某一個版本 會被移除掉 所以你應該趕快 找其他的替代API 那這樣的好處其實是 比較可以 可以比較清楚的跟 呃 開發者溝通說 我如果看到這個API 被標成 Depicated 我其實可以知道說 他會不會被移除掉 那或者是說 他什麼時候開始被Depicated 這些事情 好 然後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改變 其實是 呃 呃 JDK 跟JRE的這個目錄結構啊 其實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那當然 這 呃 一個很大 這個改變了一個很大的因素 也是因為新的 module system的關係 那再來就是他們希望能夠 提升效能啊 像安全性這些東西 這些方面的 另外一個就是 有新增了一個新的URI scheme 就是JRT開頭 待會兒看到 我們先看一下 大概在JDK J從1.2開始吧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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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從1.2開始 大概JDK JRE的目錄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 如果你只下載JRE的話 你會有這個JRE的目錄 然後呢 你在 並林的資料夾裡面 會有一些執行檔 Java 一些Java Web Start Java database 這些執行檔 然後呢 在Lib的Folder裡面 會有RT 就是Runtime的Job檔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的東西這樣子 那如果你下載的是JDK 那在這個JRE的Folder外面 會再多一個bin folder 裡面會多了一些 Compiler相關的 像Java Scene 但是呢 為了方便起見 所以它其實把JRE裡面的 執行檔 它又扣了一份過來 所以其實啊 你會在 這兩個bin folder裡面 看到一些同樣的執行檔 它其實只是為了方便 所以它把它扣過來 那其實 會這樣做 有一些歷史因素 反正就是 從1.2開始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Lib folder裡面 多了Tools.jab 所以你有兩個Lib folder 兩個bin folder 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有些一樣 有些不一樣 所以其實 還蠻混淆的 很多人搞不清楚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那Lib裡面 Tools 就是 Compiler JavaC會用到的一些 Tools 的Class這樣子 那我們看一下 在JDK9開始 Folder就變成這個樣子 不管你下載的是 JDK 或是JRE 目錄的結構都沒有改變 就是 有一個bin 有一個conf 有一個lib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 我沒有列出來 那 JDK跟JRE的主要差別 會是在一些 就像剛剛說的 像Java-C這些 在JRE就不會存在 然後 改成這樣的好處是 比較明確 那 在bin folder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看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 所有的執行檔 Java-Java-C Java-WebStar 那在config conf這個檔案 的資料夾裡面 就是 設定檔 不管是property 什麼src的東西 欸不是 對 property這些檔案 那 在conf裡面的檔案 是 用途就是 預計要給 不管是開發者 或是 end user來使用 來修改的 那 他把其他的東西 都放到lib裡面去了 這邊有比較清楚 所以 在lib裡面 他又會有一些 run time system的 一些native library 像一些 如果你是用 比如說如果你是用 Mac的話 就是在lib裡面 那如果你是用 linux.r 他其實會在lib 然後 slash 就是你的架構 是i386 或是amd64 裡面會有一些 soda 就是那些dynamic 的libraries 然後 這個JEP有提到 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lib這個folder裡面的 其他檔案 都是為了 都是private的implementation 所以他其實沒有公開 實作的細節 然後他也說 這個在之後 有可能會修改 不會 有可能會修改 而且不會事前通知 所以其實你不應該動它 那這樣會提到我們剛剛說的好處 就是security 會比以前好 所以 他可以做一些 改變 然後其實 外面的人不需要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RT 剛剛講的run time的JAR檔 跟tools 這兩個JAR檔 其實被移除掉了 然後 因為以前這兩個JAR檔 其實是 ZIP格式 其實JAR就是ZIP 它其實只是ZIP格式的檔案 所以它的效能沒有很好 所以他說他們現在會用 更有效率的格式來儲存它 然後一樣這些檔案 也是會 有可能會在未來的某一個版本 被修改 而且他其實不會跟你說 他改了什麼 他其實不會 沒有把他的spec 還有一些formate 列出來 他只說你不應該依賴它 那 剛剛提到說 這個改變 看起來其實改滿大的 但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 這跟我的程式 我程式會有什麼關係嗎 我程式會受影響嗎 假設如果我只是用 JDK 或者是我 我只需要JRE long time的話 我程式會受影響嗎 那 理論上應該 大多數的wap 我覺得應該還好 但是它其實有一些影響 比如說 在class loader 你get class get system resource 的這個 method 如果在JDK8以前 它其實 會顯示這個值 所以它會根據你 實際 你實際 電腦上的 JDK 實際存取的路徑 會 會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就放在user.local裡面 那 問題是 現在沒有rt.jr 然後 而且 有module之後 其實這個格式也沒有什麼意義 那 所以 新的 URI的scheme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那個 jrt 那 這個就是jrt的格式 基本上就是 module加上 pass 所以很明確 像java.base 這個就是 在JDK9的 base module 在JDK9 在 project jigsaw apply上去之後 你所有的程式 最少 都要 depend在這個java.base module上 那假設你 假設你 假設如果你只寫一個很簡單 哈囉我或什麼的話 你不會 不再像以前一樣 我把什麼 XML AWT 2D 有的沒的全部都包進來 你不可以產生一個long time 只有java.base 這個module 好 不小心講到module去了 好 沒關係 那個之後再 那像 在JDK9的話 如果你呼叫剛剛那個 一樣的get system resource 這個 方法 你會看到其實是這個 JRT的這個 新的URI scheme 然後 他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在java.base 這個module裡面 然後呢 他的package是java.lab 裡面的這個class 然後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剛剛有 一開始有提到說 JDK其實從 這個大概20年來 應該 沒有任何一個 所謂被標成debcate的API 其實真的被移除掉 那在JDK9開始 有這六個API 會真的被移除掉 所以 不會再看到他們了 這個其實在JDK8的 release的content 其實就有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JEP 下面這個162 這個enhanced proposal 裡面也有提到 所以這六個大概 呃 因為官方的說法其實是 他們 從很早期的 在JDK9 Early Access 的build 就把這些class 都移除掉 那基本上 他們也沒有看到 好像也沒有任何人來 跟他們抱怨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覺得說 移除這六個API 應該是蠻安全的 但 你可以檢查一下看有沒有 我基本上 我其實沒用過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這個 PAC 200層是幹嘛來用的 然後一開始提到 就是Java11的module 在Java11開始 Java11其實有一些module 跟Java11有一些關係 它可能是 Java11的某一個module的 紙集合 像比如說 像這個 annotations.common 這個東西其實是 common annotation 這個module的紙集合 還有像Java.coba這個 這個東西其實 這個東西其實是因為 如果你有用一些 廠商通常會提供 更新的 coba library 所以 他們覺得 如果你還在用的話 你通常理論上 你應該會用 你的廠商提供的版本 所以他們這個也 覺得應該要 預設 不會去把它 抓進來 就當作它不存在的意思 那還有像下面 最後兩個其實是 XML相關的 那基本上 Java11的standard Java11有定義 JAX WS這些 所以他也覺得說 你應該是要用 那一些 Java11的module 所以他Java11裡面的 這幾個 比較偏 他可能只有一部分 Api的這些module 他預設就不會 讀取進來 那這個在JEP261提到 然後 但有一點是 這個東西其實是前 這個 我看到這個 其實沒有很久 可能前兩個月 才提出來這件事情 所以 他們也說 或許這件事 有可能在修改 他們想要先這樣做 然後 看看大家 反應 就是社群 或是一些開發者 對 他們把這個 預設部 載入這些module 這件事 這個修改變的反應如何 他們再來決定說 到時候正式上線的時候 這個要不要一樣是這樣做 所以這個 看他說的沒有很確定 不過我覺得還是 先大概了解一下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 是 跟Java相關 Java的版本 的自串相關 的 格式有關係的 改變 那 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其實我覺得就是因為 JDK 舊版的 版本 一直都讓很多人搞不清楚 包括我在內 我其實也一直搞不太清楚 我在做準備簡報的時候 才又去研究了一下 到底 critical patch update 跟patch set update 是差別在哪裡 那 我問一下 如果你現在要上 你現在想要下載最新版的 Java的JDK 或JRE 然後呢 你到Oracle官方網站 看到了這兩個版本 他把 他通常是把 這兩個版本放在一起 所以他這次放出來 是8u101 跟8u102 所以我 好奇問一下 會下載 8u101的舉手 會下載 8u102的舉手 好 謝謝 謝謝 那 其實 應該要下載 8u101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為什麼要這樣子定義 其實是因為一開始 也不是一開始 在 前兩年 Java一直 有一陣子 一直爆出 security相關的問題 所以 從那陣子開始 其實Java Oracle 就花了一些時間 在修很多security相關的bug Fix 可是呢 他們又覺得 他們想要想一個 方式跟大家說 你應該要下載這個版本 所以 他們想到的方式就是 所有 security相關的Fix 都會是基數 結尾都會是基數 所以就像101這樣子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其實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蠻奇怪的 但是 他們反正 對他們來 他們那時候就說 好所有 有critical patch的這些updates 結尾都會是基數 所以是 像這個 這個情況下就是 8u101 然後呢 在這個 critical的patch update之外 再加上一些 額外的fix 這個東西會叫做 patch set update 會是 通常會是 那一個 前面那個cpu的這個版本 的版號再加1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是102 如果你去看官方文件 他有解釋說 他說 建議大多數的用戶 除非 除非你知道 你的系統 他說你應該要看一下 patch set update 這個release版本 修 額外多修了哪些bug 如果你沒有被這些bug影響到 你應該要下載 8u101 就是所謂的cpu critical page update 這個版本 除非你真的確認說 這個額外多修的這個版本 多修了一些bug 這個102這個版本 真的有我需要的fix 你才應該要下載這個版本 所以這個是官方的建議 但 但其實 很多人都搞不懂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實在太奇怪了 這個一直從以前開始 Java的version 版本的字串 都是很 迷樣的一個 的 的 它那個跳號也跳得很奇怪 好 那 這個改變會影響到什麼 基本上會影響到 如果你在Java 你在 command line下 Java-version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版號 另外一個影響呢 就是你在 你的程式裡面 如果你有去get一些 version相關的property的話 也會拿到不同的字串 我們看一下新版的格式 後面看得到嗎 後面看得到嗎 不然我就唸一下 可以嗎 好那我唸一下 所以像 在舊版的字串的話 Early Access View 其實是1.9.0-EA-B19 B就是view版本 但是在新版格式的字串 它其實就簡化很多 它就是9-EA Early Access View 然後加 後面是view的版本 如果 它有 而且新版有 如果是 短的版號的話 其實就只有9-EA而已 而且還有一點提一下 是其實從 2004年 Java 本來1.5 改成5之後 雖然從那時候開始 Java 對外都是Java 5 Java 6 Java 7 可是 Java的版號的一點 多 這個其實從來沒有消失過 所以其實你的JDK8 你如果下Java-Version 你看到其實是1.8.0 那個1.8這個東西從來沒有消失過 那在JDK9終於被移掉了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還不錯 就是比較好溝通 我其實不確定1.9這件事代表的意思 那 這基本上跟現在很流行的 semantic的這個Version 你差不多 所以你在新版裡面 你可能明確看到說 Major Version就是9 就是第一碼 那第二碼就是Major Version 第三碼就是Patch Security Version 所以如果這是Security相關的 Patch的版本 它就會增加第三碼 所以它就會變9.0.1 9.0.2 你就會知道說 你應該下載哪一個版本 不會像剛剛一樣 為什麼 看不出來 我到底要下載哪一個才對 那後面的是Build Version 那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你拿後面的那個 短的版本 其實它就 連Build Version都不會出現 那會影響到一些 像剛剛提到說 Java Dash Version會不一樣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在 程式裡面 你有呼叫 你有拿到一些 version相關的 system property的話 也會不太一樣 那以前的可能會變 1.9 舊版的可能是1.9.0 那你新版拿到了 可能就是只有9 或是9.1.2 這樣子 那 再來就是 為了讓 開發者的 舊系統 能夠順利 因為 能夠順利的買回到 新的JDK-9 因為有些人 可能覺得 可能他 雖然想要升級到JDK-9 可是他的程式 可能會在 舊版的跑 比如說 我要同時支援JDK-8 JDK-9 可是我想用最近的JDK-9 有一些新功能 那怎麼辦 那 JEP-238 JEP-238 有定義了一個 Multi-Release JAR這件事情 它基本上就是說 讓你可以 在一個JAR檔裡面 同時支援不同的JDK 所以 你的目錄結構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我現在有ABCD 四個class 那這四個class 都可以在JDK-8上跑 那我現在我有兩個class 我想要用JDK-9的新功能怎麼辦 我在 MetaInf裡面 多加一個Versions slash9 這個資料架 然後我在裡面 裡面紅色的 這兩個A跟B 這兩個class 其實有用到JDK-9的新功能 然後 你只要在 Manifest.mf 這個檔案裡面 去Enable這個參數 Multi-Release True 這種情況下 他就會知道說 OK 在JDK-9 如果是JDK-9這個版本 我應該用下面的A跟B 紅色的這兩個class 如果是舊的版本 我應該用上面藍色的那兩個class 所以這樣的話 你其實就不需要再針對不同的JDK 來Build不同的JDK檔 那其實對很多需要同時維護 同時支援不同版本JDK的開發者來說 會是蠻不錯的 那還有一些情況 你可能需要 搞不好連7都要support 那你是不是變成說 我要從JDK-789 一路一直裝上來這樣子 那如果有時候有新版 我還要可能 資料夾裡面好多個版本 所以新的JDK有support 他可以讓你很簡單的 你在JDK-8裡面 你要下長長的這一串 Java-C DageSource 多少 target多少 然後你還要把Bootclass 的Path丟進去 可能在JDK下面的一個檔案 一個那個folder 那JDK-9 不用 你只要下Java-C compile的時候跟他說 我這個release 是針對JDK-7的就可以了 那這兩個功能應該可以 蠻方便 就是幫助 如果你需要同時支援 新舊版本JDK的話 應該會蠻方便 好 時間還OK 總結一下 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的系統 我的程式能不能夠順利 在明年 JDK-9正式的release之後 我能不能夠順利的 跑在JDK-9上 那首先你應該先用JDapps 這個工具 看一看 你有沒有用到 所謂內部的API 可能被封裝起來 移除掉的 然後看一下你的程式 有沒有程式會被 version 版格式的改變 影響到 再來就是看 你的程式會不會依賴說 我的這個run-time image 它那個folder 就是要長這個樣子 rt.jar 是不是一定要存在 最後就是JDK-9 EarlySS build 裡面已經有Jigsaw 然後基本上 我看他們大概 一兩個禮拜 都會推出一個新的版本 可以下載來玩玩看 現在還蠻穩定的 我覺得 可以下載來玩玩看 然後跑跑看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Jigsaw 終於 如果你在 這其實講很久了 但是 如果你在 JDK-9之前 你想要有一個像 repo一樣的東西 你要嘛 大概就是goovi 不然scala 其實也是一個 還不錯的選擇 但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我就是想要 我只是想裝java 我想要裝那麼多東西 那終於在JDK-9 我們也有shaw可以用了 好 我先demo 我先 讓大家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 直接demo 所以 既然是repo 他當然不會再要求你 像以前一樣 我必須要先寫一個class class 要有一個man 或是要有一個master 或是我要宣告 variable 還要 就是要一些限制這樣 所以 你不用 不用宣告 這個variable的 變數的型態 你也不用寫 一定要先寫一個class 才能夠寫 方法 或是寫 變數 然後 而且他像其他shaw一樣 按tab 就有autocompletion 所以 大家可以看得到 簡單看一下 2加2 可以是 所以他不會要求說 你要先定義 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 然後兩個變數都是int 所以本來你可能要寫三行的東西 好 所以現在我可以直接寫 然後shaw 然後他會把你 上一個 evaluate出來的那個值 直接變成一個temp的 暫存的變數 然後他就會用1234加總 所以那個前置號1 就是我現在2加2出來的那個變數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這個變數來用 所以我可以直接說 乘以5 就等於20這樣子 然後他有一些 slash開頭就是他特殊的方法 我可以slashvars 我可以看到我剛剛定義的變數 或是slash message 因為我沒有定義其他的那個方法 所以他內建就是有這個printf 然後我可以slash import 他有default import 其實就像java util這幾個 大io這幾個 也是default 你不需要寫 說你要需要 import這些 預設就會進來 然後 3 hello 然後我在hello點 按tab 他其實會把這個hello 應該就是stream上面所有support的master 全部列出來 然後我如果再多打幾個字 他會再幫我限縮這個範圍 基本上就跟bash 那些z shell的差不多 http2 那 基本上在jdk9之前 Java只有支援http1.1 那就是 內建的是http url connection 當然很多人都沒用 很多人都用比如說 apache的http connect 或是jt 這些 其他第三方的library 但是如果你只用官方的話 基本上就是http url connection 那為什麼要換掉http url connection 當然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 他其實只支援blocking的call 所以你所有的稅 都會 有顆的稅子就會卡住 而且他其實為了 那個年代http url connection 其實還有為了支援一些 現在可能沒有人 在用的protocol 有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其實蠻肥大的 有很多不必要的程式 那 新版的http2 client 會同時support http2 還有web socket 而且他會向後相容 http1.1 那當然http stls也都有支援 像剛剛說的 non-blocking的synchronous的call 也有support 再來就是 當然也有人問說 為什麼不直接用 Apache的httpclient 或是JD這些就好了 那官方的說法是 他們覺得那些太肥大了 比如說如果你看 Apache的httpclient 4點多的版本 他基本上光開來是 interface加一加大概 一兩百個 但很多人可能 比如說我只需要 打一個簡單的get post出去 我其實可能也不需要 那麼肥大的東西 那官方的說法是 他們想要用很少的一個class 比如說兩個三個 就可以支援 打80%的需求 那如果你需要更複雜的 那當然你就去裝httpclient 或是其他的library 可是如果你的需求很簡單 其實這幾個class 就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那我看了一下 大概目前 就是不管interface那些的話 目前的http2相關的class 大概是這幾個 就是httclient 然後httprequest response 跟websocket 然後這個proposal是JEP110 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寫起來 跟新版 4點幾版本的httclient 有點像 基本上就是 你先create一個 UIL 然後說你要丟什麼header 然後你要get或post 然後拿到response 然後再去處理它 好的 基本上這就 還算蠻簡潔的啦 然後 好 所以看起來我 還有一點謝謝 所以 所以這個是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Jeshire 那你可以下一些 等一下我先把它清掉 那基本上你可以 一開始不知道做什麼 你可以help 所以它就會列出 你的姿態大家看不太到 它會有一些可以 方便的可以用 比如說我要看Introduction help intro 出來嗎 它說這句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下 你可以直接 定義一個變數 什麼的 然後 或是 我剛剛提到的 然後 我也可以 我就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定義了什麼 Vars就會列出來 所以我可能 你看我連分號都不用寫 以前 Java都要寫分號 然後 我先按一個tab 它就會列出所有 stream相關的meters 假設我是想要看S開頭的 好我再看一下tab 它就只會 剩下這幾個 我就可以試一下 測試一下 我到底想要 這個API的運作是什麼樣子 那 差不多 然後 然後這個是剛剛 有一開始有提到 叫Jdaps 這個tool 就可以幫你檢查說 你的程式有沒有用到一些 內部API的 那 我這邊抓了一個 Library 它其實有用到 一些內部的 API 所以 我就直接跑 你看它就在 bin的資料夾裡面 所以 Jdaps 然後 然後把我抓的 第三方Library 傳進去 它就幫我跑 然後那邊看到說 它會說你有用到 Unsupported 內部API 但是 因為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被歸類在重要的API 在Jdk9 其實還不會被移除 所以它的 suggested repressment 它就只有叫你去看 那個JEP 應該是260 那個proposal 所以 大致上 今天 今天要提的大概差不多 是這樣子 然後 呃 待會應該都會在會場 或是服務台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 來找我 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些reference 是 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 enhancement proposal 相關的 或者是有一些 Jigsaw Talk Jigsaw Talk 其實 呃 其實在今年的Java One 上面光Jigsaw 相關的Talk 就有四五個 其實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題目 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提到這樣子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看一下 Project Jigsaw Talks 它裡面有列出 這兩年研討會上面 Oracle的人 或是其他去講的一些場次的錄影 好 非常好 那就大致上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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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